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咱们讲一下俄乌战场 美国战区网站公布了一个新闻 乌坎第25独立空降旅在阿富汀河以西托内克附近的一次战争中 一次击毁了俄军12辆坦克8辆步兵战车 当时俄军集结了36辆坦克12辆步兵战车 乌军展开了装甲突击 最终失败了 通过美国媒体的情报 他是说对比之前的俄乌双方在托能克以西的对峙 这个地区目前已经是完全录俄军之手了 如果乌军确实给俄军造成重大损失 那么俄军最后又获得了一场胜利 那就是产生吧 乌克兰方面视频资料没有完整的出现 显示出20辆俄军战车的残海 但是从乌军的一些零星的资料而看 至少17辆俄军战车残海是可以被确认的 也确实是一个产生 俄军近期不断的加大了滑翔制导战药弹药的使用 而且在给乌军地面部队带来相当大麻烦的情况下 那为什么俄军地面部队火力空中支援加强情况下 还会在战斗中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 从视频看 俄军装甲部队采用的是俄式传统的最初 这个吉普战役的时候 一字常设认 没有任何变化 一字常认主战坦克冲在前面 打开通道 然后步兵战车紧随其后 尝试扩大战果 但问题是面对乌军 乌军他的自杀式穿越机 对俄军装甲部队一字常设认 我就可以把它拦截成几段 我中间把你的车一停 你后边就动不了了 然后我不断的打击冲击你的后方的俄军主战坦克 没问题 你后方的主战坦克被打击以后 持之整个俄军装甲动队推进速度 也就是采用这个战术 这次行动中俄装甲部队最后是什么 主战坦克损失数量明显高于步兵战车 你前面的坦克要救后边 你得掉头 多次强行突击卫国之后 有几辆俄军主战坦克最终是受不了了 开始离开先前规划好的进攻路线 就进入到机动范围更大旷野行动 当然俄军方事先是没有经足够的侦察清理的 所以这几辆坦克很快就碰到地雷了 给你设置的行进路线是因为我清了地雷了 这应该是侦察兵提前行动 夜间排雷了 所以这个路线就是规好好的 那你不按照这个路线走 那就进雷区 那么乌军反坦克导弹狙杀以后 基本上全都废了 中了地雷跑不了 然后反坦克一下把头部打掉 这次战斗暴露出俄军目前确实遇到麻烦 就是俄军战场上的优势确实有 仍然是有优势 但是你还是要付出巨大伤防代价 优势转发不成你 伤防代价降低 虽然俄军现在正在稳步向恰索尔方向 包括向几个水库方向逼近 但接下来你付出代价可能会更大 因为你这战术没改变 如果在今年夏天 西方援助乌坎的军援能到位 俄军的损失可能更大 主要原因可能就俄军的技术兵种 它种类数量都不足 所以这次装甲突击 如果是有足够电子战飞机 在俄军的纵队推进的时候 对该区域进行全频段的干扰 让他的穿越机没法行动 同时后方的俄军炮兵给几方的指挥机 在几方的无人机指挥下 那么按照装甲纵队推进的速度 不断的进行炮毁延伸 也就是压制乌军反特克小组的行动 那么俄军装甲纵队还是 虽然会有损失 但不会是到这个程度 几乎是被全歼的 俄乌冲突不断 法国也遇遇遇事 波兰也遇遇事 这些人可不是像乌军那样 缺少弹药的 所以如果这场惨胜 俄军没有期许惊讶 很可能未来 他一定会有重大的打击 尤其是人员 尤其是现在看 梅德维杰夫已经向泽连斯伊 发出了处决令 他说会选择核实时机 这是俄欧冲突爆发之后 梅德维杰夫曾经多次说要实施斩首 对于泽连斯基 泽连斯基是民选合法总统 乌坎要时间和谈 就得要泽连斯伊这个民意代表 泽连斯伊只是傀儡 杀了泽连斯基 可能西方会扶植另一个泽连斯伊上台 斩首所以没有形成 就是会有国际影响 给俄罗斯更多的国际压力 在各种因素下 他就没有实施斩首 但是他提出过斩首 俄方在敏感问题上 现在有变化 就是梅德维杰夫在2号 4月2号公开说 要消灭乌克兰现任领导层 这是在他这个消灭的公开讲 说他面临着一场辩论 主题就是 是否应该在国际层面 认定乌克兰为恐怖主义国家 我就讲了 反恐 很快说就会有结论了 说这种辩论已经是多次一举了 因为乌克兰已经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 结论下来了 接下来梅德维杰夫给出了狠话 既然乌克兰现任领导层 不可能在某个臭名招着国际刑事法庭受审 那么等待他们的命运 就是在肉体上被粉碎 怎么办 就只能彻底粉碎这些班德拉分子 这是他原话 他进一步成精 应该在合适的时机 在基辅或者其他合适的地点 消灭乌坎领导人 我觉得俄军现在动 就是他的主动性 现在肯定要比 这个2022年2月24号 那次基辅行动 有主动性 他们到那都不知道干什么 俄军 他没有顿尼斯克人的这个仇恨 但是现在你打了这个 打了这个乌坎 打了这个莫斯科 红西以后 认定是乌斯尼 俄军要报仇啊 所以他这个士兵的这个主动性就上来了 不需要动员了 梅德维基夫说呢 臭名招着国际刑事法庭 指的就是海牙 在他看来海牙 对俄总统发售戴布林 沦为了西方打压恶斯工具 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动手 除掉他们 这个 我已经再次提醒乌克兰 这个领导层了 谁当领导层 是要 尤其泽连斯基 如果5月20号以后不是俄罗斯 不是乌克兰总统 人家的行动可能针对来了 而且说呢 明确说要抓那个马里奥克 对于泽连斯基 布达诺夫等人 我觉得 应该是行动在计划 据我了解 应该是行动在计划 俄军 这个 对乌安全局 已经展开了一个报复 据说这个3月25 就展开了报复 但是没有这个 我觉得没有这个 直接占领基辅 对他这个定点清除 更能这个解决问题 白勒斯总统 卢卡申科斯二号也说 说你们不要相信任何人 关于我们希望打仗的说法 我可以 直言不会说 我正在备战 我们正在备战 这个 期望和平 但要准备战争 白勒斯说这话 什么意思 俄罗斯肯定是要动基辅的 俄罗斯是要动基辅 最好的行动方向 是从白勒斯处罚 所以不会有第二种可能性 你说他 他去打地线伯 然后沿河往北 从来没有的 从来没有的 他就是从基辅 从这个白勒斯方向 去进攻基辅 没有别的可能 那我从白勒斯方向进攻基辅的话 那白勒斯是不是比较备战 所以非常明显 乌克兰可能 可能对白勒斯也要进行报复 所以整个德国务战场 普京也发了最新谈话 4月2号 他在内欧部部门会议 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 谈及俄罗斯当前的处境 包括莫斯科音乐厅事件以后 说大家 这是他原话 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目前处于历史上的困难时期 报道说 普京说 苏联集体后 那些在地缘政治方面 对俄罗斯不怀好意的人 企图分裂俄罗斯 普京还说 一些国家想为拿破仑和希特勒的 失败行动复仇 有人想要 为历史上那些 在与俄斗争中失败的行动复仇 为希特勒对俄发起失败行动复仇 为拿破仑失败行动复仇 历史上很多这样的例子 法国和德国的 这些势力 可能对俄展开报复 普京说 现在还有人企图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上 维持自身霸权地位 并为此采取包括 让俄罗斯付出代价在内的做法 他谈到了莫斯科音乐厅事件 普京说 俄罗斯一定会查明这起恐怖基基事件 所有犯罪环节和最终受益者 找到恐极 莫无处置 咱们说 2024会不会有新的基辅战役 白俄罗斯已经说了 做好准备了 俄军可能已经是悄悄进入白俄罗斯了